如果你是没有时间炖银耳的话 那你就用冻干银耳 这个是我后来又新熬的一种配方 我会更喜欢这个口味 因为在里面我又加了雪梨 就是桂圆 百合 银耳还有雪梨 然后再加上枸杞 你就可以很快速地吃到 就这样的一块 我是建议呢 你喜欢干脆口感的人 你就干吃好了 就当零食来吃 尤其是如果我出差的时候 就没办法炖银耳 我就会随身带几包 比如我坐高铁 在高铁上我拿出来就咔嚓咔嚓吃了 可高兴了 然后就觉得特别舒服 可以把它当饭吃 然后呢 如果你喜欢吃软的 那么你就把它泡着吃嘛 泡着吃呢 我建议不要加太多水 这样子就会更浓稠 吃起来更舒服 还有一种吃法 就是你泡到半软也是可以吃的 我有时候泡一下 哎 等不及了 就抓起来吃还挺好吃的 就这样软软的 也是可以 泡牛奶也可以 泡牛奶也特别好吃 我也是很喜欢泡牛奶 这个就是关于 我们可以在秋冬季 吃银耳的一些方式 吃银耳的一些方式 这个面糙 有很多问题 我不是没有 我不是没有 银耳的一些方式 吃银耳的一样 我们今天就会吃的 我会吃银耳的一样